古装剧里的爱江山更爱美人一点都没差 大家都爱看美人 不管是美女明星还是帅哥美男 统统都爱看 不过看了最近的偶像剧 难免会发出内鱼是不是没有帅哥了的感慨 好怀念曾经让人魂牵梦绕的韩商人 以及霸气高贵让人分分钟沦陷的张启山 但别担心哈 其实内鱼帅哥还是很多的 今天我们就来巴一巴羊羊眼 哈喽宝宝们 咱们又见面了 都说羊羊是神眼 毕竟这么多年 小鲜肉贫出 却还是无人能撼动她的眼霸之位 年年都高居 颜值贴榜首 随便一拍都毫无瑕疵 这真的不是迪士尼在逃王子吗 还好拍了不少偶像剧男主 这颜值可不能浪费 羊羊的颜值和气质 真的是居居居 无论是现代装还是古装 都从骨子里透露出一种 模仿不来的高贵气质 这部我们终于可以 从羊羊的心语 且是天下的片花中 看到羊羊的古装扮相 我的天 这也太鲜了 太好看了吧 还有前不久爆火的 你是我的荣耀 羊羊饰演于途 身穿黑色工作服的她 眼睛盯着面前的工作屏幕 眉头皱得很深 似乎是遇到了什么难题 严肃认真的模样 再配上着刀刻版的优越侧颜 有点航天工程师 鱼图那感觉了 最让人惊艳的还是羊羊 在这部剧中的出路症 看着照片中这个干净的气质上年 不少的迷妹都忍不住感慨 这到底是什么神仙颜值呀 羊羊真的诠释了什么是长得好看的人 正见照也会很帅气 平时我们最担心的事情 就是让别人看到自己的正见照 无美颜无预径的镜头下 真心是丑得惨不忍睹 可是羊羊这是什么神仙颜值呀 光看这一张出路症上的正面照 就已经心动了 它就是我们心中的最佳于途人选呀 羊羊的颜值很高 但是并非是靠颜值去犯的 无论是出演电视剧还是电影 羊羊对于自己饰演的角色 都会很用心的去揣摩 有自己独到的想法和见解 在拍摄之前都会很用功的做功课 以至于她的每一副作品都十分惊艳 还记得微微一笑很清澄的肖奈 外表干净清爽 身材挺拔 游戏天才 微微一笑名字万千少女 而这一角色的扮演者正是羊羊 羊羊被称为最美侧脸 仔细看下的确很帅 据说当年羊羊在军校的时候 在校园里走路 一排女兵在哪里占军姿 看到羊羊齐刷刷的转头 嘴里还冒出一句好帅啊 这就是羊羊 每次看羊羊出席节目的时候 背都是挺得笔直 这也是她战军姿的时候锻炼出来的 还有人调侃道 就算我不认识羊羊的脸 但是在远处只要看到这个战姿 也一定知道就是羊羊 提名这张图 什么霸道总裁 什么商界大亨 这周深的贵气无可比喻 别的不说 单靠这张图 陈伟平就奠定了高贵男星的地位 何况军装长正是狠狠稳住了 谁能不安 相信大家第一眼看到陈伟平的时候 是被她的颜值所吸引的 可能在娱乐圈来说 她的颜值并不是最高的 毕竟在娱乐圈小奶狗类型的代表有很多 小狼狗的代表类型也很多 小鲜肉就更不用说了 数不胜数 比如陆寒 又比如蔡其婚 要说耐看的明星也有很多 比如李一峰 比如张哲瀚 但是在众多明星中 她也有她的特别的帅点 比如她身材好 她可具有八块腹肌的男人 比如她笑起来会有一点点酒窝 而且说起她的人品也是杠杠的 就拿这件事来说吧 不仅个人出了50万 还参与了公司共同的捐款 还在国外收集物资 还有就是她好像真的挺喜欢小孩子的 对小孩子真的超级温柔 再说她的演技 相信这么些年大家也都是永无共睹的 从之前的古剑奇谈 再到后来的老九门 以及后来的成功时代 不管是现代剧还是古装剧 她都能够很好的掌握 她在老九门里饰演张启山 张大佛爷 是九门之手 帅气的外表 敌人的气质 有效的刻画了这一角色 不得不说陈伟霆穿军装的样子 真的很帅 虽说小白近几年有点金刚芭比的趋势 但曾经也是妥妥的清新小鲜肉一面 开戏间的五一抬头 少年气满满 清爽少年YYDS 白近平的颜值是在争议生中渐渐稳服地位的 早些年 人们认为她缺少了内鱼应有的经验感 这倒是重肯的 早期的白近平别说经验 就连退而求其次的精致感都很难达标 但是转眼 她的风格就在娱乐圈中无数一致 比起小奶狗多了一丝沉静斯文 比起小狼狗又多了一分温柔金贵 似乎常见的风格标签很难金贵地对应到白近平身上 比起现实 她更像是小说中常见的男性角色 是清酒一般的男孩子 一平一笑温柔轻烈 都叫人白转千回 一句话总结真是让人太上头了 小白身上真正让人上头的原因应该是她反差 反差有多吸引人呢 谋权者灵魂深处的童真 小人物人性瞬间的光辉 这些都是会引起大家审美顾名的反差 白近平的反差来自她清酒一般的气体 外表看似清若空 体欲实则浓烈 白近平的长相构造 盛在轮廓线条干净 正面看 全骨走势平缓 从涅布到太阳雀 从全宫到下河角 一条流畅的曲线藏住了骨骼所有的棱角 整体轮廓 微润 攻击力很低 乍一看 是那种容易让女孩子卸下心房的长相 侧面看 线条平直犀利 额头 鼻背 下颌线 这三处在她的脸上 落比都是直线条 盒面的构造 也是整形明了的 简洁干净的正侧脸轮廓线条 为白敬平的长相提供了一个干净的布局 长相干净 总是会给人一种单纯感 再加上她本身的长相自带少年感 就更加显纯 从三层比例上来看 白敬平虽然是匀称的 但整体上都稍短于普通人 这就令她的长相上 先天就具备了六台基础 白敬平的迷人是从气韵里渗透出来的 比起娱乐圈内众多被人精心浇灌出来的鸢尾花 白敬平不是走流量和颜值路线的艺人 从《匆匆纳年》到《夏至未至》 从《荣耀乒乒乓》到《城池营磊》 他有在认真打磨演技与作品 每一步都是自己踏踏实实走出来的 也许正是这份对于事业的执着 让如今的白敬平 眼睛里多了思索和沉浸的意味在 区别于刚出道时 蘑菇懵懂 现在白敬平的眼神里 包含了一种藏在骨子里的野心与拼近 从参加的综艺《明星大侦探》中 可以看出她的心思细腻 言行举止间分寸感十足 永远的90度鞠躬感谢 明星大侦探就是她的蹦壳 之后她极尽颜色闪闪发光 行实力说话 看似简单却又不简单 这样的男孩谁不爱呢 是少年眼底却隐藏着超越年音的深邃 总之 正是这份反差感 让白敬平就像清酒一般 看着干干净净 实际却很容易让人上头 说到少年气 怎能忘了刘浩然 毕竟是贡献了命中的鱼怀啊 本以为浩然弟弟会多接拍几部校园剧 结果并没有 总有人质疑刘浩然到底哪里长得好看 单眼皮的小眼睛不够精致的肉鼻子 都是刘浩然颜值上的小霸子 如果单看他的五官在帅哥如云的娱乐圈实在是很平白 但为什么组合在一起整体颜值就很高了呢 虽然作为点睛之笔的眼睛不够出色 但难得的是刘浩然拥有优秀的骨像 深邃的五官流畅的线条 撑起了整体的颜值 所以从侧面看 刘浩然的线条非常硬朗 虎牙绝对是刘浩然的标志 笑的时候露出虎牙 给人一种邻家弟弟的感觉 成熟中带有一丝可爱 拉近与观众之间的距离 1.85米的身高加上修长的身材 让刘浩然即使在巨男靓女的艺人追踪 也十分亮眼 介于男人与男孩之间的干净气质 更是万能CP体 即使与大自己十岁的刘诗勋一起 也能CP感满满 判断一个人是否好看 第一眼看皮像 第二眼看整体气质 但是能让观众慢慢记住 并且经得起反复打凉的 一定是优秀的骨像和独特的特点 骨像绝佳 气质干净 既有男人的成熟 又有男孩的纯粹 才让刘浩然整体看起来非常舒服 欲久迷香 都说童星很难让人惊艳 毕竟你能看着他长大 但还是被这张图的无内遇到了 好有气场 好紧拔 明明印象里的他还是这样的 不得不说 褪褛青色 摆脱童星的固有印象 真的很成功 看来是真的有在好好长大 前两天网上冲浪的大火 看过这张图吗 陈飞雨 气质清冷 妥妥的高贵王子 动图也完全没差 怎么回事 金发的造型不仅不违和 竟然还格外适配 大家都被狠狠惊艳到了 突然感觉这部剧非常值得期待 当然除了剧照 路透出圈外 舞台上更是贡献了不少顶级神图 曾经看到蔡徐坤的这张 天哪 这舞台设计也太牛了吧 顶级爱豆加顶级舞台 出圈不是分分钟的事 这样的舞台请多来点 再看看今年的这些万转神图 随便一个动作都能圈粉无数 看来舞台上的爱豆们真的会发光 不管怎么说 蔡徐坤的脸还真挺能打 从五官来看 长相立体清秀 以圈内很多明星都要精致 看起来就像动漫里走出来的男生 蔡徐坤最逆天的部位是哪呢 嘴唇 蔡徐坤的嘴唇看起来非常丰满 不经意间就透出了一股小性感 是不是十分迷人聊人呢 对于蔡徐坤的嘴唇 粉丝也给出了高度评价 蔡徐坤你是魔鬼吗 嘴唇都是爱我的形状 真的有对比才有伤害 但看了这些出缺神图真的有被治愈啊 不得不说 帅哥就是赏心悦目 请帅哥们多多去拍戏 去尽情闪耀 千万不要吝啬散发自己的帅气好吗 好了 本期内容就分享到这里 欢迎宝宝们来评论区一起留言讨论 喜欢本期内容的可以点击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咯